月中旗自东美 南宋名将岳飞第21世孙 四川提督岳生龙之子 月中旗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一生战功显赫在平定青海叛乱 逐准安葬及平叛大小金川的过程中屡见大功 被乾隆誉为三朝五臣巨博 史称整个清朝历史上 汉大臣官拜大将军满洲士族都受统领的只有月中旗一个人而已 雍正六年的一天 川霞总督的月中旗正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斜刺里窜出一人 拦住了轿子呈上一封书信 月中旗打开这么一看 不由的是惊出一身冷汗 这是怎么回事 这故事还得从月中旗的早年说起 月中旗是南宋爱国名将岳飞的第21世孙 父亲岳生龙观至四川提督 早年颇有战功 康熙遇刺匾额 太庭世界也本无战 上将功训再止歌 就单凭着祖上的福音 月中旗的家世已经是相当的了不起了 而月中旗本人更是天生异象 据史书记载 月中旗生的是长身撑面龙准偏类 您可别小瞧了 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 其中的含义是非同寻常 所谓长身就是身材高大 清代散文家圆梅的月威信公本传中记载 月中旗身高七尺二寸 清代的一尺有多长呢 按照才一尺来算 一尺约等于35.5厘米 凉地尺是一尺约等于34.5厘米 这营造尺一尺约等于32厘米 咱们就用最小的营造尺来进行换算 这月中旗身高也得是2.3米 按照咱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 这绝对是称得上巨人了 称面呢 那就是说天生的一副红脸堂 这红面大汉 不由的让人想起了三国战神 五圣人关羽 三国演义中描述 这关羽身高九尺 腰大实围 三国时期的一尺呢 约为24.4厘米 这关羽身高啊 是2米2 这么一看呢 月中旗是活脱脱的 万二爷在世 五圣人重生 所谓龙准 那就是高鼻梁 那这又是一个了不得的相貌特征 历史上的汉高祖刘邦呢 就是高鼻梁 史书有龙准龙颜的说法 那十足的贵相 这样的人呢 是未及人臣 贵不可言 贫类呢 就是说内国紧密相连 如同一个整体 也叫做贫邪 古人认为啊 这是圣人之相 比如说春秋时期的晋文宫 还有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 都是贫类 另一说法呢 贫类是由肌肉特别的健壮 恐无有力 许家路在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有解释 贫类呢 既凶大火 肋肩肌 背阔界 非常的发达 就仿佛连到了一起 松上所述 月中旗是天生异象 相貌堂堂 威风凛凛 俗话说呢 天生异象 必有异能 这刘邦 晋文贡 柏拉图 关羽呢 也都有他们各自过人的 异能 不过呢 说起月中旗的异能啊 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史书有记载 林镇邪二同锤啊 重百余金 这一百多斤 那不就超过了官二爷手中的 八十一斤重的青龙燕月刀了吗 其实啊 何止是超过一点啊 这清代的一斤呢 约为五百九十七克 东汉末年的一斤呢 大约是二百二十克 按照现在的计量标准 这官供的青龙燕月刀啊 重约三十六斤 而玉中旗的武器重约是一百二十斤啊 这整整啊 比关羽的重了三倍还多 您想想 这一锤子砸下去 谁能招架得了啊 玉中旗在西部川山地区啊 待的时间长了 西北边界的各个部族啊 都敬仰他的威名 有的部族呢 直接是不战而降 甘愿归顺 据说啊 有一个部族首领初次见到月中旗啊 一身戎装端坐在大仗之中 这位首领一下子便被他的威呀 折服的是五体投地 逢人就说 我等人仰望月宫啊 就像看天人一般啊 简直就是当年唯人西域的富戒子 天朝大人真是唯不可侧也 据说啊 还有一位西藏的高僧活佛啊 在接受满洲王公贵族的礼拜时是亏让不动 十分坦然 葛当见到月中旗的时候啊 却不禁的是双手合十 唯唯口称 此功前身来委托尊天也 月中旗本人呢 也写过树怀古诗一首追自己少年雄姿 一夕少年日所时近高粮 肉臂但大字 酒臂饮俱伤 首能葛蒙兽足可逐奔狼 无知世毛罪请应适种行 喜吃花赤薄爱舍也黄羊 康熙56年准格尔首领呢 勾结沙俄入侵西藏啊 不仅杀害了西藏韩和他的两个儿子 还将班长呢一同囚禁起来 第二年康熙派十四阿哥爱新觉罗 印提呢为福远大将军赶赴青海适时独担 岳中旗被提拔为四川永宁邪副教 率六百精兵突袭礼堂 设计秦下了叛军首领呢 速战速决 以少胜多击溃叛军三千 大大的鼓舞了清军士气 然后岳中旗呢 率六千清兵日夜兼程啊 奔袭拉萨 如同天将骑兵啊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呢 打败了准格尔军 平定了拉萨叛乱 岳中旗在此战中 展露出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才能 得以升任四川提督 得赏了孔雀花铃 雍正元年 青海的蒙古部落首领 罗伯藏丹金呢 发动叛乱 囚禁了亲王查尔汉丹金 还把清廷啊 前往劝河的大臣呢 给杀死了啊 这是铁了心的跟朝廷作对 雍正听闻之后是怒不可遏啊 任命年庚瑶为抚远大将军 岳中旗呢为副将 前往平定青海叛乱 岳中旗秦贼先亲王 集中优势兵力啊 对罗伯藏丹金的穷追猛打 消灭了其助力军 又擒获了他的母亲和妹妹 逼得罗伯藏丹金 乔装打扮 趁夜色是仓皇出逃 雍正皇帝呢 封岳中旗为太子太保 加绝三等微信公 还让他坚韧甘肃巡抚 雍正还觉得赏赐包啊 几次用诗呢来赞赏岳中旗 其中一首诗啊这样写道 星池路步自摇荒 青海西头五列阳 唯我由来操胜算 封烟早已静书方 远移王化金汤固 匹阵君卫碧磊章 封宋挠阁生载路 顶中英乐姓名乡 雍正三年 岳中旗呢 接替年庚瑶任川山总督 此时啊 岳中旗官职总督 手握兵权 可谓是危机人臣 俗话说啊 这树打招风 岳中旗呢 一时全是显赫 加上他生来是奇特的长相呢 就招致朝中啊 满洲贵族 对他是颇为的妒忌 常常提醒雍正皇帝啊 这岳中旗啊 是汉人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这雍正皇帝一开始呢 对这些个流言蜚语啊 也并不在意 雍正六年 突然有一天 岳中旗啊 正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是斜策里 窜出一个人拦住了轿子 呈上了一封密信 这岳中旗打开一看 不由的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这封书信呢 是静州秀才曾静 派他的学生张希啊 交给岳中旗的 这曾静在这书信中啊 对雍正是极尽责骂 又与当年岳飞 抗金的事迹 是激励岳中旗 劝他是调转枪头 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 为宋明二朝啊 复仇 岳中旗见曾静 劝他雍兵返京 谋反了 那可是要满门抄斩的 自己已经是遭人妒忌了 看到有人劝他谋反 所以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一想到曾静作为文人 能有如此的古道热肠呢 也足以令人起敬啊 只可惜是思想迂腐 行为过激 而犯下谋反大罪 故而是不由的 唏嘘长叹 伤感落泪 越中旗进退两难 只好是派人将二人抓捕 交付朝廷处理 而得知此事的雍正啊 表面上虽然表彰了他的忠心 可从此却心存芥蒂 就在此时 格尔丹突然袭击了新疆的蒙古部落 雍正便任命越中旗呢 为宁远大将军前往新疆平定格尔丹 这格尔丹呢 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 结果越中旗战时不力 陷入了被动挨打的状态 损失惨重 朝中是满宗大臣趁机是争先恐后的 尚书弹劾他 雍正啊 以努之下将越中旗是格职消决 交兵部拘尽后裔 兵部啊 见封使舵是落井下石 判了一个斩利决啊 毕竟这雍正皇帝可不是当年的宋高宗 虽然对越中旗有所忌惮 但念在越中旗啊 多有平定之功 不能这么也莫须有的罪名 把这功臣呢 稀里糊涂的给杀了 于是将斩利决改为 斩监后 越中旗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如此叱咤风雨 戎马生涯的越中旗 就会这样黯然落幕了吗 这越中旗啊 是命不该绝 就在此时 雍正突然驾崩了 乾隆继位 对雍正之前处理的一些个案子 是重新审理 此时的越中旗呢 被贬为了庶人释放了出来 越中旗一回到四川 在成都郊外是节奴居住 种植了很多的生姜 香气扑鼻 取名为江源 平日里呢 一身不依木履 粗茶淡饭 闭门种菜 这一时期啊 是越中旗生命里的一段最为安显的时光 对佛家教义呢 也渐渐的有所领悟 常常入寺拜佛 听闻佛法 一天 越中旗回到金堂县老家 在承担十五里的龙尾寺拜佛 在这香烟寥药的寺院中啊 越中旗想起了太多的往事 自己是荣靶生涯 世事无常啊 一切呢 都如燕云无踪 唯有此刻的自己 才真正的回归于真实 于是呢 写下了耶稣龙尾寺 其中有这么一句 感叹自己啊 因为有凡尘之念 还在做着封侯的迷梦 身在红尘何时梦醒啊 等到越中旗呢 再次被启用 立了大功凯旋途中啊 一时有感在墙壁上提携道 只因为了尘环世 又做封侯梦一场 凯旋之时 封侯的梦想啊 即便成真 那又当如何呢 虽然只是改了几个字 却体现出啊 越中旗对于人生的体悟 有了更深的认识 人世间的一切啊 都不过是一场梦幻罢了 乾隆十三年三月 大小金川叛乱 清军屡战的未能平叛 乾隆一看呢 朝中无人呢 还得启用越中旗 而此时的越中旗啊 已经是62岁的高龄了 有道是啊 这老将出马一个鼎俩 当金川部族的反对首领啊 沙罗奔听到清军统帅是大名鼎鼎的老上级越中旗时啊 便决定啊 请求是霸兵归顺朝廷 当越中旗受降进入城寨 看到了沙罗奔一缕胡须笑道 你们还认得我吗 众人都惊呼啊 真是越宫又回来了 我们想死您老人家了 于是呢 围绕着他纷纷下拜 沙罗奔亲自献查 越中旗是一眼而尽 然后宣布天子威德 许已不死 沙罗奔心悦成福 发誓永不反叛 大金川之乱呢 就此平息 后来越中旗呢 68岁时 仍然是暴兵出征评判 途中不幸病故 如同东汉名将马元一样 终以马隔裹尸还 乾隆文息后啊 称越中旗为三朝武臣巨博 涌流青史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